金山湾区各界组团回国参加中华民国112年10月庆典活动授旗仪式,10日下午,在湾区文教中心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授旗仪式,这个意义重大的授旗邮助就金山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赖明齐主持,金山湾区华侨文教中心主任庄雅淑也利用投影片来说明光辉10月庆典国庆日升旗,国庆晚会,国庆烟火,以及及旅游补助等相关优惠细节。 感谢我们湾区这么多的侨团,筹主这么多的亲客团回去台湾访问,代表我们中华民国乔务委会对各位的重视,也代表我们湾区侨胞朋友对于政府的热爱及支持。 今年湾区有9个祝贺团合计总共有154人将代表湾区侨团回国参加国庆活动。 我们每年能够带侨胞回去台湾,去为中华民国庆胜是一个很骄傲的事情,也是大家湾区侨胞所喜悦的,每年的10月10号在台湾庆祝国庆,中华民国万岁,这是我们最开心的。 本则新闻由乔务电子报新闻志工黄本初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